哈囉,各位同學大家好 歡迎來到諾曼的髮型頻道 那我們今天來拍攝的就是我們的 易檢的日常紀錄啦 我們現在來到台南仁德區的德鼎日照中心 這是我們店的兩個助理 然後今天帶他們來易檢 然後還有我們三館的 宮村跟夏恩 嗨 好,那我們就準備進去啦 我們現在來準備下東西 這樣我們都會把工具先準備好 最常用的剪刀啊 你就準備一支停檢跟一支打保險 然後呢 像大小電推也會很常用到 把多油的長度直接修掉 因為它這一種是逆髮流 逆髮流的話它會貼近頭皮 然後你如果用剪刀的話它很容易炸開 所以我們在修的時候呢 就是進去直接 有一點手推的那種長度 只是用電檢去去掉 你看這樣的這樣側邊的型就出來了 然後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平的梳上來之後往內斜的梳起來 它角度就出來了 直接做去除 斜的 你用斜線錄 錄梳的方式 它的角度 就會被 梳起來 對,斜角 你看這樣是不是就進去了 我幫你把頭型調出來好不好 因為後面這邊比較容易變 我幫你把後面這個頭型調出來 然後兩側這裡 我們修 不要那麼厚 讓它修有一點線條 你這樣塞耳後 那個線條比較好看 對 好不好 OK 像現在這種頭型 因為它是包裹嘛 但是因為頭髮已經有點長了 所以我們今天要修的呢 就可以用一個90度角 體拉 去把它這個後頭型修出來 修出來之後 頭型會比較飽滿 因為我們亞洲人這塊頭型呢 都比較塌 所以一減如果遇到這種包補啊 長度不想動太多的情況下 我們就是把 下擺區這一塊的層次 往上提拉 如果你不想層次太高 我們就是提拉45度角 如果你希望它後面可以立體一點 那我們就是90度角的提拉 這兩個技巧就會非常的好運用哦 那像我們今天要幫它保留 是比較多的長度 所以我運用的是45度 直立分線 拉出來 直接做長度去除 然後再往下連接 這樣我們的長度啊 就已經設定出來了 大家可以看到 它現在立體度就會更好一點 那我們就順著這個頭型呢 去修兩側 然後再來做連接就完成了 我們下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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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九卦 好 那我們減法呢 現在已經告一段落了 那今天服務的對象啊 大家有看到 就是屬於那種爺爺奶奶 來採訪一下我同事他們的 今天易減的心情 啊 公春 哈囉 那你今天易減感覺怎麼樣 我覺得轉換心情 就是平常都在忙工作忙客人 我覺得是回饋社會 在減的過程蠻純粹的 對 然後其實有時候也會想到自己老的時候 會不會也是這樣子 也希望可以被減 對 平常沒辦法接觸到這些 比較高年齡的客群 減的過程中可以跟他們聊天啊 了解他們的想法 對對對 我覺得是不錯的 大家好 我是夏恩 那你今天易減的感覺怎麼樣 還不錯 有易減過嗎 有 老人家都很可愛 對 然後 覺得還蠻好玩的 就是幫長輩朋友這件事 對 那如果下次還有機會你要再來嗎 可以 大家好 我是Jeff 那今天易減新的怎麼樣 很緊張 很緊張 之前練比較多都是假人頭 對啊 就是大部分都是練習假人頭 然後現在練到真的 對 實戰 對 就是很緊湊但是也很充實 對 那今天減法有遇到什麼問題嗎 嗯 就是 可能 穩定度還不夠 然後 就是 還可以再多練習 再多練習 對 大家好 我是Alien 這一次易減的感覺怎麼樣 感覺不錯 之前在游頭店有來過這個地方一次 之前來 感覺比較緊張 因為那個時候還沒有那麼熟 現在來減就比較輕鬆自在 然後知道怎麼減 這陣子的練習是有成果的 差蠻多的 好 那我們這次易減的活動 就已經告一段落了 如果大家有更多易減的資訊呢 都可以歡迎直接私訊我們 那我們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掰掰